周报第二页 我们今天按着以福所书的进度 要来看基督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 经文是以福所书第三章一到十三节 如果你的眼睛可以 你可以看周报 如果你需要打开圣经 打开圣经在以福所书第三章一到十三节 我们今天要看基督的奥秘 奥秘 什么是奥秘 奥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兴趣的 因为人是好奇的动物 人喜欢奥秘的事情 越神秘越稀奇我们就越喜欢 我们中国人说祖传什么 秘方 祖传秘方 秘方就是不公开的秘密 不公开的秘密 我不要让你知道我是怎么做的 甚至当我们讲祖传秘方的时候 就是传子不传女 对吗 传子不传女 有的时候还更严重 传 习还不传女呢 怎么会传习不传女呢 因为媳妇生的孩子跟我同性 女儿嫁出去就不同性了 你看他只传少数的人 台湾年年都在举行牛肉面的比赛 对不对 看谁牛肉煮得比较嫩 看汤头的配方是什么 这种很多都是祖传秘方 有的时候连大厨都不知道 只有老板知道 弄得差不多的时候老板说 好 那我来处理一下 他处理才把那个秘方放进去 然后那个大厨 人家问他说怎么弄的 不知道 因为秘方握在老板的手里 我们喜欢奥秘的事情 我们觉得有些是最好我们自己知道 别人都不要知道 是不是这样 人很奇怪 而且奥秘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只送不卖 为什么呢 因为卖的话就有价格 送的话没有价格 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在这一边当我们讲到基督的奥秘的时候 就有人想问 到底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呢 到底有什么奥秘是不让人知道的呢 为什么基督要有奥秘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以福所书第三章一到十三节 在讲基督的奥秘到底是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 那我读一节请你们读一节 一节读到十三节 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 做了基督耶稣被求的 替你们祈祷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 启示祂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 这恩赐是照祂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又使众人都明白 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 是如何安排的 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 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十三节 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 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我们来看基督奥秘的启示 这一段圣经是保罗提到他自己 怎样蒙神所派 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一个说明 也就是他讲到他自己 是怎么样的被神使用而去传福音的 这里面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基督的奥秘 保罗在讲到自己的时候 突然提到基督的奥秘 我们觉得很奇怪 他不是在讲他自己传福音吗 为什么突然提到基督的奥秘呢 其实基督的奥秘跟上下文有密切的关系 保罗不是突然提到这一件事情的 不是 因为保罗深知基督的奥秘是什么 而正好在前面第二章 保罗在讲教会到底是什么 教会到底是什么 到底教会是什么呢 他说教会是两下造成的新人 他说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他说教会是以耶稣基督做防角石 当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 他就是把教会的真理阐明出来 他在解释这段真理的时候 他就说基督的奥秘 他就提到基督的奥秘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 基督的奥秘是教会 你知道讲到教会 我们很多不明白的 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教会 特别当我们在一个教会很久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教会 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 我们不就是教会吗 那如果你是一直在我们教会里面长大的 你不会知道 你不会知道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你已经习惯我们的教会 可是不是我们的教会都是这样 对不起 不是教会都是这样 我们的教会是这样 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 不是每个教会都是这样 因为长期你在一个教会里面 你就不了解 为什么说 教会是基督的奥秘呢 基督的奥秘为什么是教会呢 因为我们都在这个教会里面 你习惯了 你就不知道 教会难道会有很多个样子吗 我这一次出去到了四个国家 其中一个是德国 一个是法国 我因为长期在那边已经有很多的服饰了 那我对每一个国家的状况 都有一点了解 我就跟他们说 德国的华人教会 跟法国的华人教会 跟台湾的华人教会完全不一样 台湾的华人教会完全没问题的缘故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华人 所以我们的教会是比较稳定的 现在全世界华人当中 华人的教会最稳定的在台湾 因为我们这里的华人教会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争执的 可是法国人 因为我刚刚从法国回来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不要生气 我不是在批评你们 我讲的也不是负面的东西 我只是告诉你们说 你们的教会有一个特质 法国的华人教会有一个特质 德国的华人教会有一个特质 德国的华人教会 我称他们就是分离的教会 什么叫做分离的教会呢 就他们有六七十个教会跟团契 可是他们教会跟教会 基本上不来往的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所以基督的奥秘教会 如果你在我们教会很久 你不了解 你看了才知道 原来基督的奥秘是教会 这件事情是这么重要 因为我们在这教会很久了 所以我们没有太大的感觉 反正我们来这边 我们就是来聚会 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彼此服侍 礼拜天该来聚会的来聚会 没有来聚会 你放心好了 总是会有人带打的 我们有预备的人 每一次都可以的 台湾的教会没什么问题 德国的教会是分离的教会 他们彼此不太来往 有时候我跟他们开玩笑 我的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就跑到你们教会去 很紧张的你知道吗 我们觉得你为什么拉扬 他就说是他跑过来的 吃羊没收钱已经不 吃羊吃草没收钱已经不错了 可是在我们这边完全没问题 我们的弟兄姐妹到基督之家去 我就跟基督之家的牧师 扣少恩说 我说小恩帮帮忙照顾一下 小恩说没问题 将来养肥的再还给你们 我们感情没问题的 他们不行的 叫做分离的教会 法国是分裂的教会 我说我这样讲你们 没有论断的意思 我只是告诉你们 你们就是这个样子 他们一个教会分成两个教会 分裂的 两个教会变成四个教会 四个教会变成八个教会 也没不好教会数量增加 对吗 我们不了解 可是在台湾不是这样的 在台湾我们教会跟教会 即使我们的敬拜方式不同 我们讲道的方式不同 我们感情很好的 感情很好的 比如说跟周神柱牧师 我记得以前我们都是很调皮 年轻的时候 年纪渐渐大起来 就不太调皮了 我三十岁出头吧 跟我们几十个人一起去 几十个人一起去韩国 去看中央纯福音教会 周神柱牧师带队 我们就去 那么好多天聚会 然后有一天就到一个公园 就说多了一天 就带我们到公园去走一走 走一走 那里有一个摩天轮 不是那一种摩天轮 是那种像 叫什么 像海盗船是不是 它不是船 它是就是这样子 会一个上 一个下 那就海盗船是不是 OK 很大一个 台湾没那么大一个 那个时候 我们大家都在那边 然后大家都 很多年轻人都要上去玩 我自己是不是很敢上去 我跟周神柱牧师站在一起 我就跟他说 周哥你去不去 他说我怕高 不敢上去 我说上去吧 他说我不敢上去 我说身为台湾最大教会的牧师 连这种都不敢做 还要做牧师吗 你知道周牧师 也很可爱 他就被我拱啊拱啊 旁边的就拱啊拱 他就上去了 他上去之后 他上去之后 他上去就大叫 你知道吗 因为他有聚高症 然后那个晃得很严重 他下来的时候脸都绿了 他下来看到我站在那边 他说你没上去吗 我说我没有啊 他说你不是说做一个牧师 这个为什么 应该要上去 我是说做最大教会的牧师 我说我们教会又不大 我为什么要上去呢 他并没有因为这样恨我 有一次碰到张猫兽牧师 他就跟我说你过来 我就过去坐在他旁边 他就帮我教训一顿 然后我就走了 我感激他感激得不得了 前不久扣扩扫恩牧师 心脏不舒服 我立刻就发个短信给他 我说你好不好 我说要不要我来看你 他说李健你对我最好的 就是为我祷告 不要来看我 他说越少人看我越好 他说我们比较好 所以我就告诉你 你不用来看我 你不用来看我 有些人来看我 他是长辈 我不让他来看我 他觉得我好像很大牌 所以他就来看我 你不用来看了 我有需要他来找我 他说李健到我家 我到他们家 他说我们跪下来祷告 你知道教会是基督的奥秘 当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了解这个教会 是何等的奇妙 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我们生命被改变 到底基督的奥秘 启示出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圣经 因为当你读的时候 你才会明白说 保罗到底怎么说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到三节 好不好 基督的奥秘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们一起来读预备 请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 外邦人做了基督 耶稣被求的 替你们祈祷 量必你们曾听见 神赐恩给我 将关切你们的职份 托付我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 请注意第三节说 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我刚才讲到 教会是基督的奥秘 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到第五节说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教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 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因为这个缘故请你写下来 基督奥秘的启示是 一 借着圣灵启示的 教会不是我们很容易明白的东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以为的教会是一个建筑物 我们以为的教会是一个团体 我们以为的教会是我们来聚会 我们以为的教会是 我们有一些行政工作 我们以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 是一群同工 我们以为教会是我来这边 等一下聚会完的时候 我去丢一个奉献 我们以为我们的教会是台风的时候 我们大家同心合意的 让这个教会不要受伤 我们以为教会是这样子 但是不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里讲到基督的奥秘 从第五节我们就知道 什么是奥秘呢 奥秘是指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叫人知道的事情 所以什么是奥秘呢 奥秘是没有让人知道的事 奥秘不是稀奇的事 奥秘不是有魔力的事 奥秘不是光怪六离的事 奥秘是指隐秘的事 所以基督的奥秘 是指基督过去所隐藏起来 没有让人知道 奥秘在以前的世代 没有叫人知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圣经的真理 从旧约到新约是一贯的 你从旧约一直读到新约 就会知道它启示有一贯性 而它的道理是连接的 比如旧恩 你从后面看旧恩是很清楚的 因为从后面看旧恩的时候 那个旧恩就是耶稣基督定什么 十字架 然后我们就得着这个恩典了 我们就在犯罪的人当中 就是你我 我们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旧恩 得着生命 旧恩特别是新约 当我们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看旧恩很清楚 因为四福音把耶稣整个的生平写完 就钉在十字架上面 最后他死了 埋葬了 复活了 升天了 我们就知道旧恩 其实在旧约的时候 已经有旧恩了 已经有旧恩了 请问献祭是不是一个旧恩 杀牛 杀羊 杀牛 杀羊是旧恩 而早在亚当下蛙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旧恩了 因为他们身上神替他们做的皮子的衣服 那就是旧恩 因为替他们遮羞 旧恩是神一直给我们机会 什么叫做旧恩 旧恩就是神要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祂的面前 叫做旧恩 可是人不晓得 人不晓得 人不明白 当亚当下蛙犯罪 吃了分别上药树的果子之后 神不是来找亚当跟夏蛙吗 神找亚当夏蛙的时候 亚当夏蛙就躲起来 以后神就跟他说 亚当你在哪里 亚当说我听见你的声音 我就害怕 所以我躲起来 结果神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害怕呢 莫非你吃了我 吩咐你不可以吃的分别上药树的果子吗 亚当怎么说 不是我要吃的 是谁叫我吃的 是夏蛙叫我吃的 而且不仅是夏蛙叫我吃的 而且是夏蛙还是谁 是你造的 所以他把责任都推给谁 还有谁 夏蛙嘛 对不对 那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请问妻子犯错是谁的责任 妻子犯错是同工的责任 来我再问一次 想清楚妻子犯错是谁的责任 自己的责任 来我再给你们先生有一个机会回答 请问妻子犯错是谁的责任 你看看 印着景象到现在 我给你三次机会了 你还不赶快讲 是谁的责任 当然是丈夫的责任 你们圣经怎么念的 你们教会的长老是谁 还好是李静约 妻子犯错当然是丈夫的责任 怎么不是丈夫的责任 不然怎么叫丈夫是妻子的 做头的时候你又要了是不是 做头的话当然 你没有知道人家犯了错都砍什么 那不然砍脚 当然是砍头 你知道上帝当时跟亚当讲说 这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 吃的日子必定是 有两种可能 因为上帝跟亚当讲的时候 第一我告诉你很清楚 夏娃并不在场的 夏娃并不在场的 所以有两个可能性夏娃知道 第一 神另外找时间跟夏娃说 听得懂吗 第二 谁说的 亚当跟夏娃说 你还不在的时候 神就告诉我这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的 所以你远离这棵果子 会用夏娃吃了 吃了后又给亚当吃 我告诉你如果夏娃吃了 亚当没有吃 问题不大 他给亚当吃 亚当吃了 最后神来问亚当的时候 亚当还说 是你为我造的女人给我吃的 所以责任都推到女人的身上 还推到上帝的身上 我告诉你 妻子有错 是丈夫的责任 懂了吗 懂了吗 丈夫都不敢承认 真的 是丈夫的责任 为什么你知道 后来审判的时候 神仙审判 蛇 以后审判 夏娃 最后审判 亚当 当他审判亚当的时候 他说天地 都为 你受了咒诅 因为你没做好 神 要亚当负夏娃的责任 我刚刚结婚的时候 结婚之前当然嘛 看女朋友什么都好 结婚之后 是另外一回事 两三年对他很有意见 两个人吵得要死 有一天我就去找 帮我证婚的 帮我证婚的是郑家长长老 他一定要替我负责 因为他替我证婚的 就好像我们替别人按摩 按摩完了他有问题 我们有责任 那我去找郑家长长老 那天我坐在他 他开了车 我坐在他的隔壁 我就一直在那边诉说 我太太怎么样不好 怎么样不好 怎么样不好 你知道郑哥在开车 就很专心开 完全装都没听见 我讲了半天 我就跟郑哥说 怎么办呢 我希望他替我深深冤 你知道吗 最少讲两句安慰的话 他是一个不讲安慰话的人 开了半天最后跟我说 他说 他说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你要敬重他 所以你要爱他 你要 因他比你软弱 我说他哪里有比我软弱 他比我还强悍 郑哥完全不管我 时候到了 到了位置 他就说好吧 你可以下车了 从那时候开始 我知道一件事情 妻子无论怎么样 是丈夫的责任 我只有一件事要做 我只要管我自己 做一个最好的丈夫 就够了 其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 当我把我做丈夫的责任 做好了 我的妻子自然就会好 听得懂吗 我现在是讲给弟兄听的 姐妹不用点头了 我讲给弟兄听的 请你要记得 妻子没有表现好 是丈夫的责任 请你要守住 为他祷告 做他的榜样 让他的生命被改变 这么多年来 我告诉你 我不知道看过 多少姐妹表现得很好 她先生很难改变 当我看到一个先生 表现得很好的时候 妻子很快就改变了 所以我们当中做丈夫的 请你好好的 为你的家守望 并为你的家祷告 因为你改变了 你们家就改变了 那一次神来找他们 就是要给他们救恩 你知道什么叫做救恩吗 救恩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三个字而已 我错了 我再讲一遍 你没有听懂 你需要圣灵的启示 你才能够明白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了 我们唯一要得到救恩的方法 就是说我错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为止 基督徒最难的就是说我错了 第一个因为面子 第二个因为我就是真理 我告诉你你不是真理 我也不是真理 只有耶稣是真理 有人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 我告诉你 你全部都对 你也不能得救 当我们错了的时候 就有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不是因为犯错 才变成罪人的 我们因为是罪人 所以我们会一直不断的犯错 所以对基督徒而言 说我错了 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也是个最平常的事情 常常说我错了 耶稣的救恩一直临到我们身上 我告诉各位 我现在在讲这些事情 不是在讲开玩笑 不是在道德劝说 我在讲圣经正在说什么 我错了 就是我们得到福音的 最基本的动作 我错了 我错了 神那天就是在等亚当说我错了 你知道一直到亚当被赶出医殿园 你回去查圣经 找到了来告诉我 他没有说我错了 他只要说我错了 救恩就临到他 就是因为他不错 我们现在到现在为止 都还在受苦 他当时说错了 我们不就没事了吗 后来皮子给他穿上 牛羊杀了为了我们 以后耶稣基督自己来 这个叫做救恩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如果不是圣灵启示我们 我们不会明白 我们不会明白 所以从旧约一直到新约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 基督奥秘的启示 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不太清楚 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到新约就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所以到了第五节 以福所书第三章第五节说 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 和先知一样 这里的奥秘就是什么呢 这里的奥秘叫做基督的奥秘 是神特别是神特别启示给新约的使徒和先知知道的 他以前在旧约曾经说过 可是一直到新约 我们才知道 我们才知道原来基督有一个奥秘 基督有一个奥秘 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 我们来读三节到五节 我们来读三节到五节 三节到五节我们来读 预备 请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 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 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是上帝用启示使人知道的 是借着圣灵的启示打开我们的眼睛 光照我们的内心 使我们明白 这个启示是圣灵让保罗知道的 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需要圣灵光照我们 我们需要圣灵启示我们 我们需要圣灵带领我们 当圣灵光照我们 我们突然明白过来了 那到底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呢 我们现在知道原来有基督的奥秘 但什么是基督的奥秘呢 这个奥秘到新约才给我们 那到底什么是新约的奥秘呢 请你现在写下来 基督的奥秘就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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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 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 两个 基督的奥秘就是福音 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 我刚才说过了 教会我们不明白 我们以为教会是一个组织 其实不是 教会是基督的奥秘 基督来了 他显明一件事情 那就是他带来了福音 他带来了生命 他带来了教会 你知道这个叫旧约不明白 为什么旧约不明白 因为旧约犹太人以为 他们就是神的选民 可是事实上 他们是神的选民 可是他们不说别人也是神的选民 可是从旧约一直以来 就知道是这样子的状况 那我们再来读八节九节 我们再读八节九节 八节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我本来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 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 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 传给外邦人 又使众人都明白 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 是如何安排的 所以在这边说到底什么是测不多的丰富呢 什么是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呢 到底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基督的奥秘是一连串的 基督的奥秘起初指的是福音 因为福音的主角是耶稣基督 所以基督的奥秘就是说基督到底是什么 基督来到底带来什么 基督带来了福音 基督的主角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是这么的卑微人家都不明白 你知道犹太人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说他怎么可以来是这样 犹太人到现在还不接受 这个奥秘 这个奥秘 是他不明白的 其实在我们来看这么清楚了 耶稣基督不是已经来了吗 他从死里复活了 他成为我们的拯救 可是犹太人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上帝会用一个软弱的姿态出现 是一个无助的身份出现 耶稣是一个私生子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而且是这么羞辱的 犹太人到现在不能接受 他们只能接受荣耀的 他们只能接受从天降临的 他们只能接受得胜的 犹太人不能接受 更让犹太人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 就是比受苦的基督更不能接受的 比耶稣基督是羞辱的更不能接受的 就是基督来竟然连外邦人也可以信 这是犹太人更不能接受的 他们已经不能接受基督了 他们已经不能接受 对不起 他们已经不能接受耶稣是基督了 他们更不能接受的是 原来这个耶稣是基督带来的 不是我的救恩 是所有人的救恩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到第二点 基督奥秘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到底这个内容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已经很习惯了 我再说 当我们在读以福所述的时候 我们一点都不稀奇 可是如果你把它放到 整个的大的环境里面 你会不敢相信说 原来我们也能得到 我们也能到 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 到底谁是神的子民呢 就是他们自己 是犹太人 在新约里面 神的选民是谁呢 是教会 是教会 这就是犹太人不能明白 不能体会 不能了解 不能接受的 他们说只有我们是 而他们不是 他们不是 可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很多的时候 我们得着了以后 注意听 我们也跟犹太人一样 我们得着了以后 我们也跟犹太人一样 什么意思呢 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 神早就选了他们 以后神要让所有人也得到 这个不是时间的先后 是神本来就这样 后来耶稣来了 所有的福音就临到了众人 犹太人不能接受 可是当我们得着信仰之后 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接受这件事情 不接受什么呢 就是别人也需要 而且当我们去传的时候呢 我们都高高在上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是一直到了最近几年 大概在2003年以后 我比较确定 传福音不是用一个高姿态的方式 在处理的 我后来才发现原来犹太人的血 在我们里面也蛮严重的 就是我有福音 你没有福音 传福音的时候是我传给你 你如果没有我 你不会明白 当然我们都说是圣灵的工作 可是我们讲圣灵的工作 我们内心却觉得是我传给你的 我有福音 你没有福音 我已经称义你是个罪人 所以有人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 我们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给别人很不舒服的感觉 可是这一段的圣经却告诉我们 第六节说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得以同为 什么 后世同为 一体同盟 应许 所以基督奥秘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 外邦人借着福音 与神的选民一同承受 神的恩典 请你写下来 承受神的恩典 第二 人与神 人与人建立新的关系 新的关系 奥秘到底是什么 奥秘的本体是什么 原来奥秘的本体是教会 奥秘的本体是教会 所以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 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 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 基督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 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 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所以奥秘是什么 奥秘就是教会的本身 奥秘就是你跟我 都在神的恩典当中 奥秘就是神跟人 还有我跟你 我们有一个新的关系 我们有一个新的关系 保罗在这边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 基督的奥秘就是同为 后世 换句话说我们都在基督的里面 可是你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说 特别是先得着的人是很不容易的 其实犹太人先得着对不对 我们后得着 可是我们后得着 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回去看 其实圣经很清楚 救恩是给谁的呢 神跟亚伯拉罕说 你万国要因你得福对不对 万国什么意思 就所有的人嘛 万国是all nations 所有的人 可是他们就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 一直传就他们自己有 他们没有说要传福音给外邦人 他这样讲 那 约拿也这样对不对 所以叫他传给尼尼尾伟人 他肯不肯 怎么可以传给尼尼尾伟人 他侵害我们 那我们不能传给他 那 所以神后来就用了很多的方式 让他得救了 得救了我问你 后来约拿有很高兴吗 说神真好啊 十二万五千人 左手不变右手都得救了 很高兴 他不高兴的 他不高兴的 弟兄姐妹 当我们今天在传的时候 或许我们没有像 犹太人这样子 可是当我们在传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就传给他们的时候 就是我上你下 我传给你 我要传给你 下个礼拜啊 我们又要有布道会了 对不对 请你的心态不要觉得 我有 你没有 我要告诉你 不是 其实神本来就要救他 我们的祷告是 神打开他的眼睛 让他看见福音的奥秘 我去年跟今年 都到日内瓦 一个教会去 我去的时候 去年 就有一个姐妹 带着她的先生 来参加聚会 来参加聚会 那我跟 我跟那对夫妻 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那个妻子 就是比较强势 带着她先生来 她就一直跟她先生说 你要相信耶稣 你知道相信耶稣多好吗 像我这样 我们就得救了 像你这样 你就没办法得救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耶稣基督 然后带来了以后呢 就跟她先生说 李长老是很会讲道的 你要听她讲道 就叫她坐在那边 然后就来找我 就跟我说说 李长老 你为她祷告 吃饭就叫我跟她坐在一起 你给她讲福音 我后来我就跟她太太说 你不要这样 我说你越强势 越给她压力 你的先生越不能相信 我说你给她机会 你也是圣灵光照的结果 她也要等圣灵光照 对不对 然后她就一直拉她的先生 后来她私下又跟我说 你传福音给我先生 你传给他 我说按我这样看你 大概传了很多年了 你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我也不相信只有我这个讲原来 你才这样做 你懂吗 我也不相信只有我这个讲原来 一定是每一个讲原来 你都叫她这样做 后来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觉得 我可以多陪你祷告 所以她每次都跟我说 我先生刚才 你步道的时候 我先生我一直在看她 她有没有举手 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看她 你可不可以不要看她 我就问她说 你看你先生有没有举手 你先生有没有看到你 你听得懂吗 她现在让她看到她了 本来要举也不举了 真的 压力很大 我就跟她说你不要这样子 后来我唯一的办法就是 她每次又来找我 她每次找我就跟她说 无论那什么要碰到 她就说说 她说李长老 要趁着这一次 趁着这一次 你她一定要信耶稣 她每次在找我就跟她说 来 我们现在祷告 来 我们现在祷告 我就每次陪她祷告 她在哪里碰到我 我就陪她祷告 今年又来了 她又做这个事情 我就跟她说 我去年有告诉你 不要逼你先生 等她自己愿意 我说你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做一个敬前爱主的妻子 这是你做一个姐妹先信主 你丈夫要信主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做一个敬前爱主的妇女 你先生就容易信主 所以她这一次比较不敢来找我了 可是她还是忍不住 因为她很爱她的先生 她一来找我我就跟她说好 她开始讲一点点 又讲到她先生 我就说好 我们现在祷告 站在这边祷告 后来她就说 我知道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圣灵光照我们 我们眼睛一打开就信了 结果我五月底回来之后 六月十五号 他们两夫妻回中国大陆 因为他们是中国大陆人 他们是在联合国工作的 她回去 回去的路上 她后来写信给我 她说李长老 她说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消息 她说从飞机 从日内娃回中国的路上 沿路上她先生一直在跟她讲说 她以为她先生没听进去 她先生 我去年讲了五堂 今年讲了五堂 她在飞机上跟她太太讲说 李长老到底讲了什么 你听得懂吗 她讲给她太太听说 她第一堂讲这个 第二堂讲这个 全部都跟她讲 她太太说 我都没听得这么清楚 她先生什么都听进去了 到了他们家 把她的家属都找来 把女方的家属也找来 把他们家的工人找来 一共十八个人 一次跟他们讲清楚 十八个人同时都得救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 人没有办法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人没有办法 今天当我们讲基督的奥秘的时候 我们必须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必须知道神给我们的是一个恩典 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 我们不是一个组织 我们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神跟人 人跟人要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神跟人 神跟人 神跟人要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今天很多的时候 我们只看到十字架上面的 直的这一个东西 可是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不是只有人 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回到神面前 今天我们看到教会最大的困难 是人没有办法透过耶稣基督跟别人 有一个好的关系 对吗 我常常在这个教会里面说 我希望能再说 弟兄姐妹 爱神跟爱人哪一个比较容易 对吗 我讲的是真的 不是用嘴巴讲的 是爱神比较容易 还是爱人比较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神比较好 你爱他不爱他他都爱你 所以你就爱他了 听得懂吗 因为你爱他他也爱你 你不爱他他也爱你 所以你就容易爱他 可是你爱人 人爱不爱你 不一定 你爱他爱得越多 你伤得越重有没有 还有你爱他他不爱你 你呢 就不爱他了 可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这个 弟兄姐妹 我们的信仰是 人家爱不爱我们 我们都爱他 我们都是以人怎么样来对待我 来决定我怎么对待别人 可是这个我们并不了解 这个奥秘 这个奥秘是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的 我们是同为一体 同为后世 同蒙应许 我们是一同 我们不要用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 来对待别人 我们不需要这样 我们应该用神对我们的方式 来对待别人 别人怎么对待我们 是他跟神的关系 我们怎么对待别人 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在这边至少 铃声南路讲了十遍以上 这是基督的奥秘 这叫做教会 教会不是一个形式 教会不是一个组织 教会是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 打通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桥梁 跟成为我们跟别人之间的 拆毁的中间隔断的墙 所以我们不需要以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 来对待他 因为那是他跟神的关系 我们跟我们怎么对他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神怎么对我们 我们就怎么对别人 我们怎么对神就我们怎么对别人 我们跟神的关系好 我们自然就对别人的关系好 我告诉你一个人对别人怎么样 其实反映了他跟神的关系 很残酷的事实 我们怎么表现 或者我讲的表现不是故意的表现 怎么样可以表现一个人跟神的关系 就是他跟别人的关系 他跟别人的关系 反映了他跟神的关系 真正认识神的人 既然神说我们是同为后世 同为一体 同蒙应许 而且是借着福音 第六节我们再念一次 第六节我们二节 来看到底什么是基督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 基督的奥秘就是情 这奥秘就是 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 得以同为后世 同为一体 同蒙应许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在 讲到基督的奥秘的时候 是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 一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这个问题不大 我们都明白 可是我们跟人的关系 才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而建立这个新关系的方法 第三 二之三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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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接待耶稣基督 就是信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他就赐我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的时候 我们就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了 同时我们就讲教会了 弟兄姐妹 教会 教会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当然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们来教会这里敬拜神 可是敬拜神了 之后如果我们出去 我们跟人的关系没有改变 不代表我们真正敬拜神了 我们当中有做父母的 我问你 你有一个儿子对你很孝顺 可是他对他的兄弟姐妹都不好 你觉得孝顺吗 你做父母的 如果你有三四个孩子 四五个孩子 你讲的很真实的状况 我们会先走对不对 那你觉得怎么样最好呢 就是兄弟姐妹互相相亲相爱 对不对 我们在的时候他们相亲相爱 我们不在的时候他们彼此相爱 不是父母最高兴的事吗 当然我们的神是不会走的 可是我们可以明白神吧 我们跟别人一直不好说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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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说我并不觉得你爱我 你如果爱我的话 怎么会对弟兄姐妹这个样子呢 怎么会对别人这个样子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教会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外 还有我们跟人的关系 这是一个基督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就是我们彼此的关系 可是今天教会很多时候不能这样 不仅是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 里面无法这样 教会跟教会更是这样 所以我说 我看了这么多的国家之后 我觉得台湾的教会是最好的教会 我是讲教会跟教会之间 很多时候我们跟别人分开来 我们跟别人分开来 其实每一个教会都有他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神给他的托付不一样 有的时候我觉得教会不一样也很好 在这边聚会不惯的到那边去聚会 为什么要别人都跟我们一样呢 为什么要跟别人一样呢 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 如果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各自做肢体的 请问我们身上的肢体 是不是长得都不一样 这个是手对不对 这个是手 那心脏跟手不太一样 现在心脏是见不到手了 你猜如果心脏见到手 说我们在一个身体里面 你心脏相信不相信呢 他看了吓一跳 怎么会长得这么奇怪呢 可是他们属于一个身体 今天基督信仰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到底是越来越宽广 还越来越狭窄 上个礼拜我在法国一个教会 要剥饼 要剥饼 他们请我剥饼 他们请我剥饼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原则上不在别的教会 替别人剥饼 因为你知道非常的麻烦 在我们教会的剥饼 已经习惯这样了 我们教会因为有很多堂 现在有三堂 如果到成功中学是两堂 还有英语堂 我们每一支剥饼要做几十个饼 几十个饼 然后各块饼要先剥好 放在那个盘子里面 留一块象征的饼 然后第一堂一个 第二堂一个 第三堂一个 英语堂一个 或者在那边的话就是第一堂 然后成功中学 然后英语堂 对不对 然后周三还有剥饼 还有饼 我们一个饼象征的剥开来 就分给大家 你知道这是我们教会 然后我们杯都分好了 所以礼拜天来 他们早上就分饼杯 然后礼拜六就要做饼 我到别的教会不替人剥饼的 因为很麻烦 可是他们这一次就跟我说 李长老 我们同工的 他说我们同工是不太让人剥饼的 不过你来了 我们特别希望你剥饼 我就说你们自己剥 他说不是 他说因为我们没有传道人 平常都是我们弟兄轮流剥 那这一次有一个 好不容易有一个传道人过来 你替我们剥 后来我就很为难 我就跟他说 我请问你怎么剥 你听得懂吗 怎么剥 如果你没到过国外 你不知道的 各种剥饼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我就问他说 你们剥的饼是什么饼 第一个他是无效饼 那我说是自己做还买来的 他说买来的 我说是一块还很多块 他说很多块 我为什么问这么复杂呢 因为等一下剥饼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我跟他说你们是用葡萄汁还葡萄酒 然后我说你们是一杯还多杯 全部都要问清楚 你一下子没搞清楚你就错了 什么叫错文化错 可是文化比真理 对人的压制还大 同意不同意 因为真理叫我们自由 文化 你不知道他的文化做 不行的 我最后我就问他说 请问会有喝到的是饼和杯 还是基督的血和身体 他听了他就说是血和身体 跟我们教会不一样吧 听得懂吗 我那天不是拿起来吗 我说这是基督的什么 身体对不对 可是我剥的时候有没有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然后剥开有没有 我说等一下 当饼和杯递到你面前的时候 如果你是受洗的基督徒 你就可以拿起一块饼跟一个杯 等我们一起领受 我到他们教会是不可以这样讲的 因为注谢了以后 那个饼就怎么样 就变成基督的身体了 那个杯注谢了就变基督的饱血了 所以我不能再用饼和杯这个词 我要用 等一下基督的身体到你面前的时候 你要拿起基督的身体 你知道吗 在我们教会我这样讲的话 你就不敢拿了对不对 有没有煮过啊 基督的身体可以吃吗 所以你知道吗 他们就要念说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问完他的时候 我说我听懂了 我说我再跟你确定一次 明天我剥饼的时候 那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吗 他说是 然后要剥饼之前 他坐在我隔壁 他知道我 他知道我问他的问题 他就说 李长老你等一下不要讲错 那是基督的饱血 我说我记得了 叫我们分开 是饼还是基督的身体 叫我们分开 只因为诗歌 是传统诗歌 还是新的诗歌 叫我们分开 到底可不可以打鼓 有的人说诗歌要唱这么多次干什么 你知道一首诗歌 同一个词句唱最多的是哪一首诗歌 你知不知道 韩德尔写的哈利路亚 从头到尾一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你烦不烦啊 可是韩德尔的歌没人敢说他烦你听得懂吗 多少次了大家还是照样唱 亲爱的弟兄姐妹 解经也让我们分开 我不知道什么不叫我们分开的 但是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什么是基督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 今天没有人可以叫我们 基督的爱分开 你跟我都是这样 我们最后讲一点点就结束了 请你读十节十一节 我们来看基督奥秘的目的是什么 基督奥秘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来读十节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预备 请 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 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这里提到教会的目的 是借着教会要使天上执政掌权的 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基督的奥秘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显明神的智慧 基督奥秘的目的就是要彰显神创造的目的 所以请你写下来 一 基督奥秘的目的是彰显并恢复神创造的目的 教会并不是人失败的产物 神不得不创造教会出来 不 神早就在万古之先就决定了一件事情 就是人跟人要彼此的相爱 人跟人要彼此的服侍 人不仅在上帝的面前 而且当教会在我们当中 基督为我们受死 基督的奥秘显明是教会的时候 就是要恢复上帝原初造人应有的样子 应有的样子 我们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 我们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 我们活在一个上帝的恩典 已经临到我们的时代 在这一个时代的里面 我们要看到教会是显出上帝创造的目的 当人和人彼此相爱的时候 当人和人彼此饶恕的时候 撒但就羞愧了 撒但千方百计要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挑拨我们 造成我们之间的紧张 造成我们之间的误会 造成我们之间的难处 造成我们不能接纳对方 可是当我们受了基督的奥秘 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 神那个原初创造的目的就显明出来了 显明祂的创造 显明祂的能力 显明祂的爱在我们当中 当时神造人的时候本来就是如此的 只是因为人失败 魔鬼工作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人和人就越来越疏远 越来越不能接受 越来越觉得我们自己好像比别人了不起 可是当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加伤的时候 显明出教会就显明出神创造的目的 并且使一切受造物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其实撒但从来不知道神最后要怎么做 所以撒但就千方百计的 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 因为祂就是那个葡萄园的主人的儿子 祂来了 我们把祂杀掉 可是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代的 在以福所述第一章 第二章 第六章都写到 他们在我们当中就是做分离 分离我们跟上帝 分离我们跟人 可是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祂最后一句话说什么 成了祂成就了救恩 祂完成了救恩 完成了人跟神之间恢复的工作 完成了人跟人之间恢复的工作 所以当人和神恢复起来 人和人恢复起来的时候 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 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被神拯救的那一位 我们不用比别人伟大 我们早信晚信差距都不大 请我们来唱刚才所唱的那一首诗歌 我们来唱第二节 第四节 第五节 我们仍然站立 请郑长老来带领我们做散会的祷告 并赐福 天父我满心的感谢再美你 虽然有一个最大的奥秘在人间 是从来没有人知道的 但是你接着耶稣基督 让我们晓得这个奥秘 就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 就是你为我们预备的福音 这奥秘就是你让我们能够靠着基督 靠着救恩 我们能够在一个家会里头 一起来建造 一起彼此相爱 来彰显主你自己 那莫大的恩典就是如此的在人间彰显了 主啊 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不但是明白这个真理 帮助我们深深的把这个真理放在我们的心中 既然这奥秘已经向我们显明 看救助让我们能够把这奥秘彰显出来 好 彰显主你奇妙的周围 主啊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愿把一切尊贵荣耀都归给我们主 当我们要分散的时候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和引领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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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